先皇亲赐的护卫 当成两家泄斗的工具 这不是让天下人耻笑吗 这样的辅政大臣呢 早就该一抹到底了 行啊 总在背后嘟嘟囔囔的 有什么用呢 现在瓦池大兵压进 靖王那边又迟迟没有消息 你去看看 丁中这是怎么了 怎么还能有消息 是 去呀 太后 丁公公好像给水局医和铁英两家说和去了 下去吧 是 太后 这个丁中 怎么老是逆着我 报 朝廷里援军马上就会到 只要我们坚持下去 援军一到 必应外合 敌军必败 我们的粮草还能支持多久 足量可供吃日 限量可维持食品 吩咐下去 小心看管粮草大营 是 报仇剑 哦 少爷 少爷 我好想你啊 老爷帮我关在黑屋里 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少爷 听说你还打了 谁打你啊 少爷 你这是怎么了 你说什么刺激了啊 别废话了 把床底下那个箱子拿来 哦 少爷 你还是告诉我 谁打你了 告诉你也用吗 嗯 你会替我报仇吗 我小丹是谁啊 嗯 是水娇小姐 我去拿箱子啊 丫头 什么 丫头 别撞了 拿箱子 快 少爷 你看 好不好看啊 终于找到你了 这是什么啊 收入八戒 给媳妇 嗯 爹 嗯 您累了吧 喝杯茶 好 冰儿啊 嗯 你看看爹的字 有进步吗 我不看都知道 爹的字 是天下第一的 要说兵法嘛 你爹啊 肯定是天下第一 这书法嘛 你爹充其量 也就是个第三 那秦良伟是谁啊 第一嘛 是先皇弟弟 晋王 雅儿 当然是我的女儿啊 嗯 兵儿 你的字 亲力捐秀 天下无人可比啊 爹 全信 军纪是不是有变呢 啊 没什么 那你干嘛 要紧急装架兵马两小 哦 原来兵报 瓦池是小谷兵马骚扰 我派小儿 带了两万兵马 但是没想到 瓦池是五万兵马 当然 敌变 我也要变了 啊 爹 那小哥有战盗回来吗 兵儿啊 你放心好了 我已经紧急下令 让他镇守边关 不能出战 等待援兵 月上帖保佑小哥平平安安 兵儿啊 跟爹说说 喜欢你小哥吗 爹 小哥是我的哥哥 不管喜欢不喜欢 我们都是新年新的 好 好 那爹 把你嫁给小哥 你愿意吗 女儿还不想出嫁呢 女儿只想陪着爹爹 真是个傻丫头 哪有女儿不出贵客的 你小哥呀 英勇善战 国之良将 你嫁给他 一定会很幸福的 爹 可是我听外面疯传 你派小哥出征 就是为了多要军费 多掉粮草 多要人马 有军兵自重之嫌疑呢 嗨 那都是铁鹰他们 一般人的嚼舌头 爹 你们都争了十几年了 争到现在 迷首府的位子都没了 再争下去 只会两败俱伤 那些想夺您权利的人 找还找不到这种机会呢 爹 我们可不能受人以禀啊 哼 想夺我的权啊 放言天下 我看还没有人有这种能耐 走 爹 放大 这边好东西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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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你什么话评啊 那你什么话评啊 你怎么真的无奈啊 滚开 快滚开 你干嘛吃什么呀 哼 又是你 喂 你要耍威风 要嘛欺负老百姓啊 铁公子 怎么又是你啊 哎 为了出风头管闲事了 其实本少爷呢 是从来不欺负人的 不过我今天看见你就不开心了 我就欺负 怎么着 好 你今天乖乖的赔人钱便罢 要不然 要打架啊 好啊 那我陪你 稍微 来 别点事 铁公子 我看这样吧 三天以后呢 五十三刻 只有你和我 咱们西山见 如果谁要是不去呢 谁就是缩头乌龟 你又怕你啊 君子一爷 司马将军 好 这 小兄弟 对不起啊 打送你的花瓶 这是给你的花瓶 接着 公子 拿 拿着 怎么经常有这么多分的人啊 红星霸道 白普讲理 公子 别生气了 这种人 多的是呢 刚才真是要谢谢你的公子 在下 河间为怀 在下挺忠义 原来是文介人铁公子 新山兵 接 放心吧 文介不散啊 帮我们叫听一下沙军泽 对 对 大家放心吧 原来你就是文介人铁公子啊 实际 实际啊 过讲过讲 对了公子 你刚才是文介人铁公子啊 你刚来京城啊 我是来京城投奔亲戚的 多年不来 有点找不到路了 你想去哪儿 我送你啊 我要去兵部尚书 水大人水府 我送你去吧 那我说 不老家公子了 我自己去就行了 没事 走 那 前面就水府了 一路辛苦 早点安顿吧 还有啊 有时间出来聚一聚 交个朋友 谢谢公子 我们后会有期 后会有期 要不是出来久了 叛娘则怪啊 真想进去看看 小姐你看 大美女来了 环妹 好漂亮 姐姐 你把那么漂亮的衣服 穿在我的身上 我实在是觉得不习惯 谢谢你啊 水姐姐 别说几些客气话了 快来坐 来 冷静 去倒杯茶 好 叛心姐姐 欢儿以后 就可姐姐跟水伯伯了 你怎么总是这么客气啊 我们现在是一家人了 我以前总听我爹讲 我爷爷去世早 我爷爷去世早 那个时候 要不是你爷爷相救的话 我爹别说是读书了 就是他和我大伯 虎口都是问题 更别说以后中正院了 姐姐 你千万别这么说 只是 我爹在临终前 一再地嘱咐我 一定要我来京城 投奔水伯伯 只是 我这次见到姐姐 怎么觉得比 上次在河间 见到你的时候 显得心事重重的 为小姐有所不知 我家小姐的未婚夫婿 侯孙侯孙侯家命中的前线 所以小姐 免不了心中惦记 姐姐 已经出身有托了呀 是父亲大人做主 算是父母之命吧 要我说啊 我家老爷别的面子说 就是这件事吧 哪些 环妹 你是房秘的家序啊 不曾想过 我爹娘相继去世 现在 只剩下我孤身一人 哪里还会想这些事情呢 环妹 你既然来到我家 就有依靠了 我爹和我这个做姐姐的 都会为你做主的 放心吧 环小姐 我就不明白 你那么漂亮 干嘛你搬门庄呀 冷秀 以后你就别叫我 什么小姐了 好啊 以后我们在家里 做姐妹相撑吧 你姐姐 冷秀 像你维姐姐这么漂亮的美人 她一个人孤身行路 不女搬门庄能安全吗 可不是吗 就这样我还遇到麻烦了呢 本来 我有一件祖传的瓷器要给水伯伯 可在来的街上 碰见了少侯爷的马队 把我的瓷器给打烂了 少侯爷的马队 是个姓虾的那样 哎 好像是 那你能赔呀 碎都碎了 怎么赔呀 哼 只是 可惜妹妹的一片心意了 姐姐 我不是心疼瓷器 只是那帮人太可恶了 要不是有人帮我 他们还要打我呢 有人帮你 对了 姐姐 你们知不知道一个姓铁的公子 姓铁的公子 那个人叫铁忠玉 铁忠玉 哎呀 怎么样是那个毛头小子呀 毛头小子 那个人可是玉树临风 一身勇气呀 又仗义又潇洒 对了 姐姐 就是因为我 他和那个姓沙的侯爷 越在三天后 西山比武呢 西山比武 对呀 我担心对方人都势众 他真正和人比武啊 哎 这家伙还真是惹祸的祖宗啊 好不容易办一脸好事 又惹那么一大堆麻烦 不愧是惹祸金 明天午后西山坡 文武谢元有一活 这位说文戒元 十文段字挥笔墨 这个武戒元 刀枪棍棒式绝活 他们俩一文一武两行当 这个碰到一起比什么 咱说这少年铁忠欲 他这文武双拳粉是多 四叔武经济心理 这个拳脚功夫也不错 此番要挑战少侯爷 乡亲们 你们说会怎么样啊 真是越来越热闹了 文戒元挑战武戒元 这不自己找打吧 咱说 这热闹可得看看 这人说呢 瞧他那天跨马容市的架势 就要分个你高我低的 可不是吗 我听说最近铁公子 惹得水铁两家 还动了家伙呢 好家伙 这是发生在当朝两大重臣身上 够乱的 真是够乱的 你们瞧瞧 这水拿人的谱 气都快赶上天子了 可惜他没儿子 要是来个三音大比武 那才叫热闹呢 是 话是那些的 来呀 咱们先压个赌 我赌铁忠欲 我赌铁忠欲 咱们先压个赌铁忠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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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成了 那句我都选好了 原来我先让弟兄们埋伏好 您假装抬手运气 大家行动 一下把铁忠欲那小子烧着 保管他屁滚尿流 让天下阴豪 打他眼睛 别人看不出来 放心 五十三刻 太阳正大着呢 保管一下子烧着 你还真够白痴的 你让我用这种手段 去对付那小子 滚 滚了 冷秀 你去趟报国寺 把这个帖子给方丈 就说 我想去上煮箱 保佑校哥平平安安的 小姐 办公室只有初一十五才能进箱 十五就十五 反正也没两天了 说不定 到时候 侯家音大话全剩了呢 你呀 终于说了计懂事的话 快去吧 要不让方丈封山近似 免得别人打扰 再带上水府护卫 让他们调调咱们的气派 我刚夸你懂事 你怎么又来了 佛门境地乃是普渡众身之所 怎么能说我去了 就不让人家去了 依仗护卫就更了不得 在佛祖面前 怎么能炫耀凡尘的俗气 好 我去了 两小姐 有事吗 这小姐有事 小姐小姐 可怨恼 怨恼什么 上回闯咱们家的铁公子 免和武戒员小侯爷杀我去西山比武 现在外面都为比武的事 射赌局呢 这个铁终玉 怎么到处惹是生非的 前两天听伟环说起这事 我以为 她是气派 没想到他们真的要比武 他和别人打架 关咱们什么事 这好事 他把咱们闹了一通 咱们又不好直接收拾他 这回 不就有人帮咱收拾他了吗 你们懂什么 文武戒员大大出手 这那些市井颇脾气后取笑 这是斯文扫地 扫眼是扫他的面子 别管他 怎么是他自己呢 前两天谁听两家的事 闹得肺肺炎脏 这事刚刚平息下来 如果就此相安无事的话 大家很快就忘了 可是现在他又惹出新的事了 到时不愿意乱愿厉害吗 我们雪家也难免不成为大家的话题 说不定啊 别人就闹这事做文章 这一个惹活鸡 还真是麻烦 得了 宝国寺你也别去了 你去趟铁府 把他给我请来 就说 我要用风铃教他配运 好 观观聚酒 在河之中 有条书里 君子豪强 天涯苍苍 是梦难了 两心相随 我满康 娃哈哈与您共同关注下集精彩内容 天天一屏美丽动人 你们只知道争吵不休 误国误朕 朕决定从今天起取消辅政大臣 朕说了不算 他算不算 臣当今处皇帝 小哥 小哥 小哥别跟他打了 小姐 不是侯将军 会 词